男子带祖传青龙眼月刀前来见宝 之间这把刀刀尖上翘寒光凛冽 刀身上刻有九龙细珠之纹 龙纹更是铿锵有力 虽历经天年却依旧不是风采 专家看后更是惊呼 这是无价之宝 真要预估一个价格起码值一个亿 可就在大家认为此物是真的时 专家却画风一转说道 这不像是真的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官二爷的青龙眼月刀又是如何落在该男子手上的 难不成他是官宇后人 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声 一名男子手持巨型宝刀大步走向台前 然后大家的目光就全部聚集在了他手上的那个刀上 男子接下来便说 这正是官二爷手上的青龙眼月刀 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在场的专家也感到震惊 不过随即提出了疑问 如果真的是官宇的刀 或许现在已经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了 眼看众人怎么都不相信 男子顿了顿 然后向大家讲述了青龙眼月刀的来历 当年官宇跟随刘备在捉郡起兵时 手里一直缺乏一个趁手的兵器 官宇思来想去后 找到了一个当地打铁手艺极其高超的铁匠 要求铁匠打造出一个趁手的宝刀 铁匠不敢怠慢 连着打了三天三夜后 一柄重达82斤的大刀呈现在官宇面前 可官宇只是失礼一下就扔了 并说这个武器不趁手 看到此情形铁匠蒙了 没想到官二爷的要求这么严格 到了晚上 铁匠眼看没有什么办法 便摆起香岸对天祈求 希望老天可以造出一把 让官二爷趁手的兵器 发完牢骚后 第二天铁匠又继续开工 又是三天三夜 可就当这把大刀即将出炉时 突然天昏地暗 不远望去 一条青龙落入炼刀炉中 然后一道闪电皮下 天空立刻又恢复了安静 无论是铁匠还是官宇 都被此情形吓得不清 他们连忙将刀取出 这件刀上不知何时出现一条青龙 官宇立刻拿起刀挥了两下 然后心满意足的大笑了起来 就这样 一柄青龙掩跃刀问世 官二爷从此拿着这把宝刀 走南闯北 杀人取命丝毫就如同家常便饭 男子讲完这个故事后 便将青龙掩跃刀拿去给专家鉴定 只见专家拿起宝刀仔细端详了几分钟 生怕错过一点蛛丝马迹 最后大声惊叹道 这把刀最起码值一个亿 可就在这句话说完没多久 专家又画风一转 这把刀不像是真的 因为真正的历史书可不是这么记载的 难道专家口中的青龙掩跃刀另有玄机 男子带祖传青龙掩跃刀前来建宝 只见这把刀刀尖上翘 寒光凛冽 刀身上特有九龙细竹之纹 虽历经千年却依旧不识风采 专家看后预估价为一个亿 可就当这句话说出来没多久 专家又画风一转说道 这把刀是假的 专家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原来这其中另有原因 根据实书记载和我国考古学家的发现 中国自从隋朝以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兵器 因为那个时候都流行毛和脊 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明朝人罗冠忠 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出现过青龙掩跃刀这些说法 但罗冠忠为了塑造三国里的英雄形象 难免写的会和历史有些偏差 所以在真正的历史上 关羽是不可能使用青龙掩跃刀的 这把刀不过是作者杜撰的而已 听到此话后男子神情镇定 他又给专家们讲了一个故事 传说青龙掩跃刀有两把 一把在关羽那里 一把在他手下周苍那里 由于关羽在千里走单骑时 不慎将自己的刀丢了 他就让铁匠按照原本的模型又打了一把 可无论怎么用都不太好使 关羽就打起了周苍那把刀的主意 一次在练完舞后 关羽故意让周苍回营吃饭 因为他知道周苍有练完舞洗刀的习惯 果然周苍向关羽说自己要去先洗刀 关羽就将自己手上那把也递了过去 来到河边后 周苍像往常一样扔进河里洗刀 谁曾想关羽那把直接沉进了河里 周苍回去后面露难色的说出了事情的过程 关羽并没有什么表情 而是向周苍索要了他的那一把 周苍感到愧疚不已 就将自己那一把送给了关羽 说到这里 男子又补充了一句 当年关羽丢的那把刀 现在就在专家们面前放着 专家听后大惊失色 连忙问男子究竟是何人 为何知道这把刀的来历呢 虽然心里有疑问 但专家们又仔细端详了这把刀 果然这把刀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有后加工的痕迹 但却微微透着一股冰冷的沙气 难不成这真的是青龙掩跃刀 到这里男子终于讲述了这把刀的来历 男子带祖传青龙掩跃刀前来建宝 只见这把刀刀尖上翘寒光凛冽 刀身上刻有九龙细竹之纹 虽历经千年却依旧不是风采 但根据史书记载 在明朝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武器 所以官二爷的青龙掩跃刀 只不过是作者罗冠中杜撰出来的而已 但男子只是微微一笑 说出了这把刀的真实来历 原来男子的祖上是关羽的手下 当年关羽千里走单骑时 将这把宝刀给丢了 后来他又派人前去找寻这把刀 这其中男子的祖上就肩负着这样的任务 可无论怎么寻找 他们都没有找到 这时男子的祖上在一片空地上 发现了一个刀身和青龙掩跃刀极其相似 男子的祖上就偷偷将刀身给藏了起来 后来谢家归田后男子的祖上又走南闯北的寻找铁匠 制作了一个新的刀柄 这才有了现在专家面前的青龙掩跃刀 专家们听完后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这把刀真的是真的 然后几人又仔细端详了起来 只见这把刀的刀身寒光凛冽 颇有大将武器之风 终于到了专家预估价格环节 所有人秉弃宁神 只听专家说了一个数字 一个亿 男子听完后也吓了一跳 这样的价格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只听专家解释道 这件文物是个无价之宝 一个亿也是保守估价 建议男子上交给国家 听到这里男子也没有任何犹豫 考虑到这件文物太过贵重 他也决定上交给国家 或许将它放在博物馆里 才能发挥出它的最终价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